你天生就是个扫把心,唯恐我们克尔庆不乱 眼前这个姑娘只因穿着寒酸,就被继母一顿羞辱则骂 连亲哥哥都觉得他晦气,当场要把他赶出家门 姑娘受尽羞辱,一路哭泣着跑到河边 对着河面发泄着心中的委屈 呼声顿时吸引了不远处的帅公子 他寻着声音找来,发现一个姑娘突出可怜的在河边落泪 那梨花带雨的容颜,瞬间让帅公子心中一动 眼看姑娘就要寻短剑,赶紧吩咐侍卫龙河 上前将他从水里救了上来 可姑娘却不时好人心,哭着挣脱侍卫向远处跑去 侍卫见此情形,正要追上去,却被帅公子一把拦住 两人正准备离开,帅公子突然发现地上有一把银索 看着已经跑远的姑娘,心里想着一定要找到他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帅公子竟是当朝的皇上 今天特意陪皇后回克尔沁省亲 为了迎接皇上的到来,蒙古贝勒准备了一个欢迎晚宴 还特意让草原最漂亮的玉儿上前献舞 玉儿的活泼灵动的舞姿,看到皇上大为欢喜 当场便要封他为妃,可晚上回去后 皇上又不禁想起河边那个楚楚可怜的姑娘 看着手中的银索发呆,脸上更是不自觉露出笑意 就在这时皇后走了进来,见皇上一脸心不在焉,原来问他怎么了 我今天打猎的时候,在河边看到一位姑娘,倒是楚楚可怜 得知皇上对一个不知姓名的姑娘动了心,温柔地提出帮他寻找 既然银索是在围场附近找到的,那他就很可能是克尔沁的人 见皇后如此贤惠体贴,高兴地一把拉过他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 我皇太极能娶到你,是我的父亲 随后皇后找到了大嫂乌云娜,询问她是否在克尔沁见过这把银索 乌云娜只看一眼,就认出这是她最讨厌的海兰珠,经常佩戴的长命索 得知她被皇上看中,以后很可能会一飞冲天成为皇妃 连忙否认,称自己没有见过,而且看这把银索的工艺也不像是克尔沁的 或许是有人刚巧路过这里丢的,皇后文言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既然没有收获便准备离开,乌云娜又连忙称,她有个表妹可以介绍给皇上 明天带去给皇上瞧瞧,四日一早,乌云娜带着表妹那人给皇上请安 可这个那人一点也不安分,看着倒水的功夫直接摸上了皇上的手 随后又要给她跳舞解闷,正当皇上快要不耐烦时 皇后及时走了进来,她立刻借机有事把两人交给了皇后 皇后见皇上神情不对,连忙追了出去 这才得知那人不安分,取经后宫怕是要闹得天翻地覆 眼看已经到了启程回宫的时候,皇上还在惦记那个可怜的姑娘 疑惑她为什么会想不开,却不知道海兰猪即将被送到查哈尔联姻 因为蒙古各部落之间关系紧张,为了缓和和查哈尔的关系 克尔沁的蒙古贝勒并决定联姻 把海兰猪嫁给王子讹者,乌云娜当即便带着侍女 换着一身新衣服找到了海兰猪,向她宣布了这个喜讯 和海兰猪从小和眼下的奶娘相依为命 只想在这偏僻的地方,和奶娘过粗茶淡饭的生活 为地祈求乌云娜不要把她嫁到查哈尔 看海兰猪如此不知好歹,乌云娜用奶娘的性命威胁 直接让丫鬟上前把她拉走 很快就到了海兰猪出嫁当天 俄哲醉醺醺醺地走进大帐 看见床边披着红带头的海兰猪 把丫鬟全都赶了出去 怒气冲冲走到床边 一把提起将她扔在地上 你不过是把个玉儿替代兵而已 是别人调生的乱货 原来俄哲根本不同意这门婚事 她一直倾慕科尔倩的第一美人玉儿 甚至多次到科尔倩提亲 奈何芒谷贝勒一直推脱 最后竟把玉儿献给了皇上 为此她恼怒不已 海兰猪见俄哲不喜欢她 祈求她放了自己 可俄哲自己不痛快 也不让别人顺心 当即一巴掌扇了上去 奶娘见海兰猪被欺负 贵地祈求俄哲放过海兰猪 却被俄哲一把推到了身后的柱子上 俄哲见两人这晦气的模样 怒气冲冲地出了门 奶娘因为撞到头伤势过重 没一会儿就没了气息 失去奶娘的海兰猪生活没了指望 成日在佛堂给奶娘祈福 俄哲动不动就折磨海兰猪 把气都撒在她身上 这天海兰猪又遭到了毒打 战战兢兢地躲进了一个偏僻的营帐中 却发现妹妹玉儿竟被关在这里 原来玉儿当上皇妃后 一直没有生孕 便求了皇上回科尔沁醒亲 直至俄哲对玉儿贼心不死 得知她回了科尔沁 竟带兵埋伏在路上 将玉儿掳回了查哈尔 玉儿看见海兰猪披头散发 可怜兮兮的样子大吃一惊 急忙时问她发生了什么 可我把我嫁过来 可儿哲根本就不把我当人看 为了活下去 她就必须装疯卖傻 玉儿抱着海兰猪同步 恨不得杀了鹅哲 就在这个时 鹅哲突然走了进来 海兰猪害怕不已 惊慌失措地躲在大家身后 鹅哲终于见到了 歇歇念念的玉儿 逼迫她和自己成婚 否则就杀了海兰猪 眼看妹妹性命受到威胁 玉儿强忍着愤怒 答应了下来 此时皇上也得知 玉儿被绑的消息 论时恼羞成怒 准备亲自带兵攻进查哈尔 十次贝勒多尔滚也上前领应 好 让查哈尔瞧瞧 我们兄弟俩的怒火 鹅哲迫不及待要娶玉儿 当即让丫鬟给她换上嫁衣 看着面前身穿嫁衣的玉儿 鹅哲满心欢喜 把绑住手脚的玉儿 推倒在床 捕身牵了上去 就在这时皇上带兵攻了进来 鹅哲来不及和玉儿亲热 被迫出门迎敌 林丹寒得知儿子绑架了皇上的女人 给族人带来了灭顶之灾 埋怨玉儿红颜祸水 一怒之下就要杀了他和海兰珠 门外的侍卫听见两人的呼救声 紧时闯了进来 林丹寒慌乱中一把抓过海兰珠 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准备拉着他同归于尽 多亏龙阁眼疾手快 一个飞刀射向林丹寒 失去禁锢的海兰珠 连忙跑向龙阁 龙阁这才发现 海兰珠竟是当初在河边 救下的那狗姑娘 见龙阁再一次救了自己 其后余生的海兰珠抱着他 失声痛哭 制服林丹寒后 几人从大帐中走了出来 皇上一眼就看到了 人群中的海兰珠 情不自禁向他走去 可海兰珠受惊过度 看见皇上还以为又是什么坏人 整个人惊慌失措的向大帐跑去 皇上连忙制止追赶的侍卫 独自一人进了营帐 见海兰珠躲在墙角瑟瑟发抖 小心翼翼的上前安抚他 得知他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海兰珠不禁松了口气 皇上连忙让侍卫 把他的披风拿过来 小心翼翼的给海兰珠披上 随后带他回了皇宫 海兰珠得知玉儿是皇上的妃子 立刻赶到了永福宫 想让玉儿把自己嫁给龙阁 自从龙阁在河边救下他后 他就喜欢上了龙阁 当时他就发誓 一定要找到他 玉儿看着酷得梨花带雨的海兰珠 就答应下来帮他说和 带海兰珠走后 玉儿立刻把龙阁叫来了永福宫 称要告诉他个大喜事 询问他觉得海兰珠怎么样 海兰珠温柔贤淑 是个好姑娘 得知龙阁对海兰珠印象不错 当即说出想撮合他和海兰珠 龙阁文言却慌忙跪了下来 玉儿以为他是看不上海兰珠 还想劝两句 没想到龙阁吞吞吐吐的称 大喊看上海兰珠了 玉儿文言震惊不已 丫鬟苏默儿怕海兰珠威胁到玉儿的地位 提议把他送出宫去 可玉儿怕的不是海兰珠争宠 而是他已经答应了海兰珠 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 苏默儿灵光一闪 顿时有了主意 就告诉海兰珠 龙阁其实是个公公 龙阁三十好几了还不成亲 这个理由肯定能骗过海兰珠 但让海兰珠一直留在宫里也不是办法 苏默儿想趁皇上和海兰珠 还没有接触 赶紧把海兰珠送出宫 可他在大清无处可去 抵翻思索后 玉儿决定把海兰珠送到贝勒府 让他跟和雅相互照应 玉儿当即找到海兰珠 向他说了龙阁的事情 海兰珠听后也大吃一惊 随后玉儿又提出送他去贝勒府 和雅一向不喜欢海兰珠 动不动就欺负他 导致海兰珠对他非常抵触 最后在玉儿的一番劝说下 海兰珠这才同意下来 玉儿带着海兰珠来到贝勒府 刚进门就碰见和雅在院子闲逛 看见海兰珠也跟了过来 对着他就是一顿羞辱 海兰珠见自己被嫌弃 瞬间张红脸跑出了贝勒府 刚出门就碰见一群地体流氓 贪图海兰珠的美色 当节就要把他掳走 这一幕幸好被路过的多尔滚看见 直接三两下打跑了这群流氓 海兰珠看见多尔滚的手受伤 连忙拿出手帕给他包扎 听说海兰珠无处可去 担心他自己在街上出事 多尔滚就先把他带回了王主 和雅见海兰珠又被多尔滚带了回来 斥责海兰珠只会装柔弱半可怜 多尔滚看和雅如此无礼 眼不见心不烦 直接丢下他回了屋 这边下人带着海兰珠来到了客房 看着面前一尘不染的房间 海兰珠心里一片复杂 玉儿不想让海兰珠 竟不像他一样受委屈 自来想去 觉得可以让他嫁给多尔滚 赫雅脾气暴躁 正好让性情温和的海兰珠照顾多尔滚 海兰珠从小过着凄苦的生活 被人瞧不起 根本不敢失望太多 见玉儿如此为自己考虑 心里感动不已 称自己可以不在乎名分 只要能留在多尔滚的身边 见海兰珠同意后 玉儿在一处亭子里找到了多尔滚 劝说他娶了海兰珠 多尔滚见玉儿一个劲往他这送女人 顿时恼羞成怒 把我当什么了 花花公子吗 玉儿连忙向他解释 海兰珠跟何雅不一样 他懂事名理又会照顾人 可多尔滚先信玉儿 就连现在的附近何雅 都是因为不能抗旨 被迫娶回家的 又怎么会娶海兰珠 玉儿一意孤行 觉得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多尔滚好 不顾他的反对 让他等着两天后 娶海兰珠进门 何雅得知 玉儿把海兰珠送给了多尔滚 一气之下闯进永不公 破口大骂 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姐姐 不仅背着他 给多尔滚找侧附近 还在背地里说他不贤惠 何雅越说越气 当即就要去找皇上做主 把玉儿忘不了多尔滚的事 抖出来 刚走到门口 就被皇后拦了下来 看着无理取闹的何雅 严厉的教训了他一顿 皇宫等级森严 就凭他刚刚顶撞皇上的妃子 就可以给他定罪 见何雅害怕了 这才语重心长的告诉他 如果玉儿和多尔滚的事情败露 不禁多尔滚性命不保 身为贝勒福尽的他 也活不了 在家受尽宠爱的何雅 第一次感受到宫里的复杂 尽管不服气 但还是在皇后的威严下 向玉儿道了歉 皇后回宫后 发现皇上正坐在桌边喝茶 询问后才得知 最近宫里进贡了一批上好的警断 让他给后宫众人分赏 皇上想起当初遇见海兰珠时 他捕兽如柴的可怜模样 顿时怜香惜雨 这后宫不是来了一位客人吗 你总得上点给人家吧 可皇后没发现皇上的偏爱 见他提起海兰珠 就和皇上提了海兰珠 想嫁给多尔滚的事 皇上文言心里不满 当我第一眼看到海兰珠 我就喜欢上他了 皇后这才知道 六年前那把银锁的主人 正是海兰珠 得知皇上对海兰珠势在必得 遇而后悔万分 他不应该把海兰珠和多尔滚牵扯到一起 平白让皇上对多尔滚起了猜疑 皇后觉得海兰珠纷飞也是好事 这样科尔亲的地位会更加稳固 便让玉儿再去劝劝海兰珠 海兰珠得知玉儿又让他嫁给皇上 心里又急又气 虽然他出身不好 但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不是可以随意送来送去的 见玉儿离开后 海兰珠连忙收拾东西来到了贝勒府 想让多尔滚娶她却被和雅直接赶了出来 皇上已经决定封海兰珠为妃 没有人敢在老虎身上拔毛 和雅劝多尔滚赶紧把海兰珠赶出去 可多尔滚心软 做不出如此狠心的事 和雅见此跪在海兰珠面前 让她赶紧离开 不然她会连累整个贝勒府的 海兰珠见和雅和多尔滚为了她吵个不停 难过的抱着包袱跑了出去 却在门口一头撞进了皇上的怀中 见海兰珠红着眼眶 一副往外跑的架势 问她跑着来干嘛 海兰珠为人单纯 直接说出想让多尔滚娶她 皇上文言恼火不已 但想起玉儿曾说要给海兰珠时间 不能用皇上的威严吓着她 只好压抑着心中的怒火 问她多尔滚的态度 见海兰珠一个劲的哭个不停 拉着她就要去找多尔滚 正好迎面撞上出门迎接的多尔滚 直接一巴掌就扇了上去 和多尔滚无关 是她不愿意娶我 皇上对海兰珠越发怜爱 斥责多尔滚对海兰珠的无情和冷漠 海兰珠哪里不好 海兰珠哪里配不上 多尔滚无言以对 只能任由皇上打骂 和雅和海兰珠连忙向皇上求情 出过气的皇上这才亲请过来 得知多尔滚对海兰珠无意 心里也没了负担 决定光明正大的追求海兰珠 回到皇宫后 皇上对海兰珠殷勤备至 新人手势源源不断给她送去 得知海兰珠喜欢花草 更是让人在后院种满了花 尽管如此 海兰珠还是心里不安 整天闷闷不乐 皇上见此便带着她出门打猎 让人身着奇妆 来到了附近的一片树林 海兰珠的心情顿时放松下来 看见前面有只兔子 开心的指着让大家看 皇上见此正准备拉弓 却被海兰珠阻止 别傻的 她太可怜了 皇上文言只觉得海兰珠天性善良 当即顺从地放下了弓箭 那一会儿两人又看到了一只野鸡 为了逃海兰珠欢心 皇上下马向野鸡追去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一只鹰扑向了海兰珠 顿时经了海兰珠坐下的马 马儿不受控制地向树林深处跑去 皇上连忙追了上去 奈何两条腿跑不过四条腿 而此时不会骑马的海兰珠已经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眼看即将滚下悬崖 危急时刻皇上及时抓住了海兰珠 两人悬挂在半空中的土坡上 幸好侍卫及时赶来 平安救下了两人 和海兰珠却因为受惊过度晕了过去 皇上担心海兰珠的身体 一直守在他的床边 见他终于醒了过来 立刻高兴地去给他倒水 海兰珠见皇上一直守着他 还把他喜欢的小兔子也带了回来 心里又惊又喜 从今以后你就负责保护这只小兔子 我呢就负责保护你 这番话直接让海兰珠破了房 皇上的体贴和保护 成功让海兰珠对他亲了心 接下来两人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 关注时光让我们一起追剧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